这期视频教大家怎么穿越时空拿到无限耐久的大事件 首先需要1.0.0-1.1 一版本的王国之类 模拟器或者掌机都可以 1.1.2版本的不行了 然后模拟器的话需要把60帧的两个给取消掉 60帧成功率很低 30帧几乎是百分百成功 这边都弄好了就可以进入游戏了 前面加载游戏还有独当的太浪费时间了 我剪切掉了 首先需要先传送到初始台地的伊恩伊萨神庙这里 然后请看我的武器 五把大事件 全部都是30弓无限耐久的 大事件默认是不能余料组合的 但是可以强制组合 这里先教大家怎么拿 首先进来后马上手动存个档 然后再点击返回标题画面 重新开始游戏 这里就加速过一下剧情 给大家节省时间哈 一路蹦跌到达到达三只蝙蝠那要注意一下 待会儿从此机编で再买 备在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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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一礼 跟下 就是这边要打三只蝙蝠了 打完后注意左下角 在正在保存的文字消失后 就可以读取伊云伊萨神庙那个存档了 然后先跑下去用锤子 木棒加石头 打碎石墙 好了后这边使用究极手拿起一块石头 一路拿到这边 把石头靠墙拜访 边缘不要超过中线 就是墙面竖下来这条缝 超过一点点没事不要超太多 好了爬到石头上面面对墙壁 注意如果会滑下来就调整方向 调整了几次终于调整好了 最终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万事俱备准备开始穿越石宫 拿大石剑了 首先随便装备一把武器 然后再丢掉 丢掉后再随便装备一把武器 这里千万不要退出背包画面 在背后画面快速点两下加好 要很快速的那种 这样画面就还是在背包画面 这时候把第二把武器也丢掉 这样画面就还是在背包画面 这时候把第二把武器也丢掉 然后不要退出背包画面 直接读取煽动那个存档 从这边一路跑下去会在路上神庙存档 看到丢弃的武器 如果没有看到那就是前面没弄好 诚心独当再丢一次 捡起武器后来到这个拱门这边 站在这边这个缺口出面壁 打开背包还是跟神庙那边一样的操作 先丢大师剑再丢木棒 这边怕路不好紧张 双击加好失败了好几次 好几次 最后一样是不退出背包画面直接读到 回到神庙这边 一样打碎墙壁 但是不拿石头了 直接来到刚才摆放石头的那个位置 如果地上有大石剑那就表示成功了 当当当一次成功六把大石剑了 三石弓加无限耐久在游戏初期可以各种虐小怪 基本上一刀一个 我搞这么多把其实是打算一把打怪砍树 一把当锤子 剩下的弄成属性 冰火电那些的武器 最后教大家怎么强制给大石剑余料组合 首先随便找个风水宝地 然后手动存档 防止失败余料浪费 然后把准备要组合到大石剑的素材丢出背包 收持要组合的大石剑 使用组合能力在出现链接线时打开背包 把大石剑丢出背包 随便装备一把武器 然后再按B键退出背包瞬间 按Y键进行余料组合 这边没弄好 直接独当 如果组合成功的话 手上的武器就会显示不完整 这时候打开B包就会看到武器没组合 但实际上大石剑组合成功了 组合好的大石剑在使用的时候会显示组合后的样子 不使用的时候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但是属性还在 好了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